大家好,我是美玲 在我的频道里,我帮你学习日常生活里的中文 今天我很开心,我有朋友来多伦多看我 我要给我的朋友介绍我在多伦多最喜欢的三个景点 那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多伦多吧 Let's go 我们到城堡了,在这里我们付费进入了停车场 我们再找一个空位停车 这个城堡叫Casa Loma 它的意思是山坡上的房子 这个城堡的确是在多伦多的山坡上 俯瞰着整个多伦多 Casa Loma城堡是由多伦多的金融家Henry Pallet爵士在1914年建造的 这座城堡非常大,有98个房间 据说这个城堡是Henry Pallet爵士建造给他的妻子Marie的 他非常爱他的妻子 那他和他的妻子在这个城堡住了不到十年的时间 后来Henry Pallet爵士破产了 他们不得不搬走,离开这个城堡 现在呢,这个城堡是非常有名的博物馆 也是多伦多的一个地标建筑 那这个城堡呢,也是很多电影取景的地方 比如芝加哥等著名电影都是在这里拍摄的 而且还有很多人在这里举办婚礼和其他的特殊的活动 这里是城堡的一楼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图书馆 我很好奇这些书是不是 从以前一直保存下来的 在这个角落还有一个餐桌 这里是二楼的走廊 二楼主要是卧室 有Henry爵士的房间 他的夫人的房间,以及客房 在这里的很多房间都有钢琴 可见住在这里的人很喜欢弹钢琴 欣赏音乐 我还看到了当时的电话 看起来好可爱 和我们现在用的手机移动电话非常的不同 这里是Henry爵士的房间 他的房间空间特别大 他的家具看起来十分的奢华 但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妻子的房间 看起来非常的美 他的墙是蓝色的 这是一种特殊的瓷器蓝色 这里有一张床 床的旁边有一个柜子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客房 这里是客人住的房间 这个房间的设计是东方的风格 里面收藏了很多古董 有来自中国 日本等国家的古董 我觉得这个房间非常的有意思 最后让我很惊喜的是 这个城堡还有一个名人蜡像馆 最让我兴奋的是我找到了成龙 所以我还和他照了一张像 这里的名人蜡像 看起来挺逼真的 和真人很像 好了 现在我们要离开城堡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第二个景点了 大家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到了圣劳伦斯集市 这里是当地很有名的一个农贸集市 这个集市建于1845年 它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 这里有很多新鲜的食材 蔬菜水果 还有纪念品 各种好吃的餐厅 我很喜欢来这里逛 我们去看看这个市场里都有什么好吃的 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海鲜餐厅 你看有很多人在排队 我听说这里的龙虾三明治很好吃 这个就是龙虾三明治了 它的味道很新鲜 市场里还有面包房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面包和蛋糕 我最后决定要买一些水果 我们要买一些鲜子 这个是鲜 拿一个菜 这里是多伦多的酿酒厂区 Distillery Districts 它在上个世纪 它在上个世纪以酿造啤酒而闻名 现在这里有很多的餐厅 咖啡馆 如果你喜欢看Vlog来学中文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视频 评论告诉我你想看什么话题的视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